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是星期一上午了 马上开盘了 开盘这是我们用的 美国的 美国商业电视台 从开盘的角度来讲 不乐观 因为能够已经开盘的市场 再跌盘了 这是亚洲 日经指数跌了将近2% 韩国跌了2% 澳大利亚跌了 跌了1.6% 上海跟恒生还没有开 基本上它开盘肯定会跌的 上星期五发生的事情 在整个美国的股市当中 美国整个金融市场 是非常残酷的 到琼斯下跌到800多点 然后在收盘的时候回来一些 应该是碰到了一些指亏盘 说句心里话 碰到指亏盘 我个人以为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说别请曹哥喝咖啡了 后面日子苦透了 你就把能够保住饭钱 能够保住饭钱 我真不开玩笑 大多数看我节目的朋友 我们没有那么富裕 对吧 都是很辛苦赚钱来讨生活 那有些朋友一个房子两个房子 现在几乎房子全都卖不出去 全都卖不出去 在这个 在新 应该是西雅图 美国西海 就是左派力量最强悍的地方 损失最惨 西雅图城 这个城市 大概一个月之内 房价下跌37% 平均房价下跌37% 很多房子折价卖 100万卖50万卖不出去 他没有那么高的房价 但卖不出去 这是肯定的 手里有两三个房子 你靠房贷的 你靠自己高薪水来支持房贷的 会遇到巨大的危险 我自己有些朋友是做这种 就是都是在工厂打工了 你比如说做空调的 做这个家庭 家庭就是比如说浴盆啊 洗脸盆啊 浴池啊 做这些的 那这些 他的公司都是跟 是德国公司 他在跟这个建筑商签合同 所以他是整批的 盖了一栋楼 这栋楼有200多个单位 那就从你这家工厂 你的洗脸盆 澡盆 对所有跟这些东西有关 一码的就跟你签合同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他们是建筑商当中的二线供货商 那一线供货商是建筑商 然后二线供货商那就是 砖啊瓦啊泥啊 对不对 那他做洗脸盆的 往那拍一顿就完了 所以这是一个二线的 从他说短短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前 周末还加班呢 结果在这个星期 今天星期日 在星期四老板已经通知他们 会裁员的 会裁员了 扛不住了 那道理很简单 如果 而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做空调的呢 他也是这种组装的 往这种apartment走的 或者往公司走的 然后老板说 我们的生产线要进行优化 大家可能将会迎来 就是不计时的这种 就是不确定是这种休假 非代心休假 不是代心休假 非代心休假 哎 这就基本这故事就OK了 这故事就OK 所以影响到这一面了 那这个时候在美国的 西海哈一些比较激化的城市 它的房价大幅下跌 那跌到一定程度 那就完了 所以这是我们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你小 大家小心 这个是非常可怕 汽油价格已经跌破了 原油价格跌破了80块 那你去加油去 价格都下来 没人加油 到现在也没有人加油 Costco Costco自己在 就是好运来 在涨它的membership的价钱 它被迫增长 涨membership的价钱 但是人们在扔掉 这个Costco的 它的会员卡 加拿大大概在两个月之前 人们扔掉 Costco的会员卡 百分之二十三 是百分之二十七 大概是加拿大的西部 那是这就真的是 大家消费不起了 所以只剩下 so far只剩下房子了 那我跟大家提醒的意思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谁跟谁都救不着 当然有人说只有打仗了 那可能只有打仗了 那如果现在谁敢打的话 那就打 这是一个天意 但对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人 是 这就是在大疫情期间 中共病毒的席卷了全世界之后 那世界的政府 以他应对的方式 人们在家里待着发钱 所有应对方式的一种报应 这是一种报应 没没 很简单 你不可能坐在家里等钱 对吧 那而那个时候 什么人高兴呢 穷人高兴 因为穷人不用上班 还可以政府发钱 就在家里待着 所以你发 当时拿的钱 今天谁倒霉 穷人倒霉 你的工作就这样 而人们的消费 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工作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不愿意工作 那不愿意工作 不愿意加班 即使有加班的时候 那他愿意更多的时间 跟家庭在一起 这是社会现象 这不是每家地区 都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你看到到处都是招工的 这头摔了 那头又招工 我愿意把它看成末日情节 人们无从解释的某种状况 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你别听着害怕 人们出于某种内在心里的状况 愿意跟家人在一起 而不愿意去赚钱 那不愿意去赚钱 为什么 家赚钱没用了 他不想把家建成什么样 所以他出现非常撕裂 另外一波呢 就是非常一些有钱的人 中产阶级 他拢了很多房子 把自己完全架在这儿 这现在是嫁祸烤了 房子卖不出去 打死你也卖不出去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了 那这段故事本身呢 就是这是现状 这段故事是 我有个朋友是在读博士 人读屁的 读博士 他的导师发给他的 他的导师发给他 导师说 星期五金融市场全线雷暴 我们就讲 他是用中文发给我的 国债 股市 汇市期货 全线齐跌 冲击历史级别的新低 是见证奇迹 他提到了 美国十年的国债 他说现在突破了3.5 创12年来新高 而当时 次贷危机的时候相比 依然在冲击4 次贷危机 在那个时候的国债的麻烦 比现在大 他说 这是投资界的风险尺度 越高风险越大 投资越警惕 经济越冷 而美国银行的证券测试 把目前的国债的 债券的崩溃 称为第三次债券的熊市 1899年到1920年第一次 1946年到1981年是第二次 他说这是第三次熊市 如果他延续的时间是那么长的话 30年 对吧 他可以延续20年 甚至到30年 一次国债的 那代表着他的整个 我们将面临的 面临的这种寒冬吧 就是一种寒冬的概念 整个人们的生活水平 将陷入一种 前所未有的一种麻烦 股市 股市处于两年的最低点 企业雷暴边缘 他说企业债券的爆仓 美国就彻底完了 世界500强的杠杆率 抵不住爆仓 如果500强都死了 美国就没了 当然这是人家 这是他的评论了 我们就因为到底发生到什么程度 你要看实际了 英镑跌到历史的最低点 第二低 是1985年之后 所出现的 而1985年当时 这个英镑出现的状况是 英国的矿工罢工 1984到1985呢 是索罗斯 把英镑从 欧洲的金融体系打出 击溃英镑打出去之后 索罗斯创造了 一个奇迹 1980年是1981年 他用了12个小时的时间 挣了20亿美元 20亿美元是20亿英镑 所以这是当时索罗斯出名的时候 那当英镑脱离了欧洲之后 他出现的故事 这里讲出现的故事 那现在一个英镑呢 大家可以看到计时的内容 现在的一个英镑 1.075 还在下跌 1.075美元 1块0七分 美元换一个英镑 那我们20年前 原来那时候玩过外汇 30年前 那都是1块4毛5是最低的 建过1块4毛2 1块4毛2美元 或者1块4毛5美元 那当时通常的平均价格 是1块5毛5 1块5毛6 到了1块6毛2 英镑呢就比较高了 所以一般就是 英镑在开始卖英镑 英镑贵了 如果有本事你就等了 所以这是 而现在是1块0七分 1块0七分2 很可怕的 这很可怕 就是是因为 美国政府加息之后 美元大规模的被汇流 大规模被汇流 所以他这里就提出了一点说 如果英镑在这种情况下 英镑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明美元太硬了 那它冲击着其他的货币 第二个是日元 跌回了1990年 泡沫崩溃式的位置 每日元 我们现在看到日元是143 它曾经跌到145日元 换一个美元 那145的时候 日本人加息了 日本人去 他没加息 对不起 他没加息 日本央行干涉 就是日本央行干涉 在炒外汇的问题 炒外汇的这种杠杆的金融炒作 赚钱的手法 是日本人发明的 所以在当时 30多年前做外汇的时候 日元 德国马克 英镑 和瑞士 法郎 那时候还没有欧元 30多年还没有欧元 瑞士法郎 那后来瑞士法郎呢 就让位给了欧元 但当时所有玩外汇的 都惧怕日元 不敢玩日元 因为日元的跳动性 就是不可操控性太大 那比较稳妥的呢 人们去玩英镑 比较稳妥 但是想展现技巧的呢 就去玩德国马克 这是基本 当时的故事 是有这种故事 所以这里他讲述的就是 1990年 日本经济崩溃 那1984年 85年 87年88年 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在讨论的 买下整个曼哈顿地区 所以你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你现在看看那个 时代广场 过新年的时候 他时代广场那个楼 就上那个大彩球 掉下来的时候 当时还有东芝 还有东芝 还有哪什么 日历 就那个牌子 那个广告牌 他们可能买了几十年 可能是从那时候买过来的 所以还留那个痕迹 但现在谁还 什么日历不日历 没有什么 日本的很多这些东西 都已经不灵了 所以他这里解释 就是说 英镑 走入了历史低点 日元 走入了历史低点 而欧元 跌到了1999年 北约 他叫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他说共同点 他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当时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也就是中共 美国轰炸了 中共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 当时的美国的 应该是美国的一架 超高空侦察机被打下来的 那按照当时的故事呢 说 南斯拉夫没有这个水平 那欧元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欧元 9毛6日元 9毛6美元换一个欧元 这不可能 但它发生了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标志 标志着 我们的经济 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将陷入绝对的地点 绝对的这种停止 他就讲 他说这样的标志就标示出 你将会很快看到 甚至汽油价格 今天的汽油价格是 7毛9 79 79 再上冲80 他说你将会很快看到 汽油价格到44 40到44 那我们曾经经历过 我们曾经经历过 一加一加轮汽油 1块7毛5 就是它为什么这么低呢 是因为没有人消费了 没有人上街了 就我说Costco 那油价下来了 但没有人去买了 而黄金价格已经跌到 1649 它在相当程度上 维持在 1720块钱左右 那所以他是讲出 这些指标 从现金货币的指标 从石油的价格的指标 黄金价格的指标 都表明 美国进入 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欧美地区将进入大衰退 所以这个冬天 就是大家付出代价 人们会为此 为曾经的收获 付出巨大代价 这样的做法 一旦挤爆房地产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挤爆房地产 就满街是要翻的 人们会看到很多 在这个食品银行去领免费食品